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法语 所以人家 散步是一切中心 良悠福殿 六年贵乡吃 这杯无量嘴 中无量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 使用念力来的 念力的方向改变 接下来 接下来 随之改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计划对散步的状态心 鬼意心 心念无间的愿意散步 接下来 丢主人 王生富的政业方向来行 马桶下 牛专业本来 贪清七的接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由内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富有资料之五 共赏 선물做的成功 嗯 认诡 认诡 欢声 减度 解决 对于受刑者来说 是五项重要的刑盟 是处理解脱的子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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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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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思义 上官烦恼嘴歌 上官烈盘讲着微妙 翻唱歌 1-2-2-2-3-3-3-4-4-5-7-8-9-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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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塞西冰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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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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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ED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 那另一些要被屠杀的众生 我们要救啊 比如说牛啊 羊啊 猪啊 鸡啊 那救了还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要成立护身盐区 要有土地 要找很多人 要有建筑 所以希望各位呢 也不断地关心这些 中华护身协会就一直在推广这些 在台湾将近二十个地方 大大小小的土地水池 养了这么多我们的父母众生 虽然它的外表是牛啊 是猪啊 是鸡啊 但是它们也是我们的父母 更重要的 我们四个护身盐区 是专门养狗的 至少有三千多只的流浪狗 但是各位 流浪狗啊更需要大家关心 所以希望各位多赚一点钱 多护持护身盐区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多救这些即将被屠杀的流浪狗 阿弥陀佛 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 为僧众节下安居致力修行之旗 也因应疫情升温 应尽量减少外出 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 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 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 不便外出之僧众 名声用品与食品 填写表单如下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生命文化基金会自成立以来 秉持着广传佛陀三称法的精神 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传播 不断地制作多元的佛法节目 透过MOD及网络影像平台 传递佛陀的教法 散播如来卑制的法音 以滋养社会大众的心灵与觉性 并增进各语系佛教之间的互动及学习 愿使正法常驻人间 佛所行战中说 佛说一切施 法施为罪胜 人施行财施 行法施者难 敬请各界大德发心护持电视弘法基金 一同成就广传佛陀三称法的慈悲大愿 以让更多人能够得闻佛法 一起走向菩提之路 感恩您的共襄圣举 您的发心护持必定功不堂捐 聚沙成塔 福慧圆满 户名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台湾邮政跨播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网络转账 银行贷号 005土地银行 转账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转账后请将个人账号后无码 收据开立姓名 联络电话 地址传真至总管理处 03-989-8787 或email nive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若有生病的人心跳血压正常但呼吸是靠气切靠机器来呼吸 完全无法自己呼吸 眼神模糊意识模糊 但会伤心流泪 若家人直接带回家拔掉呼吸器 让病人在十至十五分钟内就会往生了 这样是不是如法 因为他还会伤心流泪 所以不能拔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的痛苦 他只是一个心情的问题 所以这样病人会死得很无奈吗 所以 因为家人怕病人受苦而如法做 想要帮他把管 这个还是不行 因为 站在佛教 努力的帮他消业 努力的帮他记功德 他业障消除了 他就走了 他就不痛了 就像你现在在胃痛 难道现在把胃切掉就解决了吗 你除了吃药 有时候也觉得没用 那你要的是累积功德 消业障 忏悔 超度 失为空性 而不是把胃消除掉 所以特别你写到 他还会伤心流泪 那他还意识清楚的很 这是我们尽力帮助他 所以有时候你能够请到一些 有加持力的 这些修行人 去给他加持加持 他会很快就走了 这是佛教的经验 佛教的经验 所以因为他业障消除了 那大家又帮他注念 然后他看到三宝的形象 又起了欢喜心 所以我们去帮他注念 或是看病 各位要记得 回向给他周围 冤亲在主 要记得 他本来就该走 为什么走不了 就是冤亲在主 第一个要带他忏悔 往昔所造诸二叶 那忏悔的时候 他当然没有得贵了 如果方便就请他 家人一个代表 贵 对不对 我们带他念忏悔记 向完亲建筑忏悔 不过叫人家贵 最好准备好普团 因为前程比较重要 那如果全家都愿意 跪下来 替这个生病的老母亲 忏悔 是最好 所以各位也可以 自己在家里拜 三昧水灿 好不好 有自己拜过 三昧水灿 你看还是有 我也有走手 我以前都替我妈妈拜 替我妈妈拜 我最近也要自己拜 我自己业障也蛮重的 要自己要找机会